您好 歡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視野 我是黃家華 以巴衝突升溫 緊張氣氛也傳到了美國 日前洛杉磯有上千人上街示威支持以色列 他们主張巴勒斯坦人不是外人 他们是受到哈馬斯侠持 美國洛杉磯上千人走上街頭 高舉標語 聲援以色列 以巴衝突持續加劇 中東緊張氣氛也傳到美國 不只示威遊行出現零星衝突 大學校園內不同陣營活動也傳出仇恨言論的指控 自稱猶太媽媽的班切崔特 抱著幾個月大的嬰兒和先生上街遊行 在以色列緊急救護組織聯合救援任職的他說 同事只是想要救人 卻無辜被殺害 強烈譴責哈馬斯 我不是說他們是不好的人 但是哈馬斯是一種犯規劃的組織 他們也受到那些人 那些人也受到患了 所以我們說 把哈馬斯除了哈馬斯 我們必須取得哈馬斯 因為這些人甚至不算是人物 他們是動物 猶太人權益促進組織 猶太人研究生策進會執行長羅森伯格 拿著家人的照片上街遊行 指控哈馬斯闖入親戚家中 開牆殺害他的表妹和內婿 他們在加州的外面 因為他們是平衡的活動 平衡的活動 他們相信在平衡 哈馬斯不相信在平衡 國際社會需要認識 如果他擁有嚴重的犯法 對於無敵的兵士 和平衡的平衡人 像我弟弟 他們會敬禍的 所以敬禍的敬禍 羅森伯格提到 以色列對抗哈馬斯的這場戰爭 有關所有文明國家的未來 認為這些獨裁殘暴野蠻的勢力 遍布世界各地 而且互相勾結 更呼籲巴勒斯坦人民 站出來推翻哈馬斯 中央社記者林鴻瀚洛 洛杉磯報導 經過7年探索旅程 NASA從小行星被弄的岩石表面 採集到塵埃樣本 日前公布了第一份分析結果 樣本還有豐富的水和碳 為地球生命起源於外太空的理論 提供了更多證據 焦黑的東西 看起來和地球上的土壤 沒有太大區別 這是美國航太總署 太空探測器 歐瑟瑞斯號 從小行星貝弩採集到的 黑色塵埃和歷史樣本 經過7年62億公里的旅程後 9月底返回地球 NASA日前發佈該樣本 首次分析結果 確認貝弩有水和碳 所以第一次檢測 地球大約在40到45億年前遭到含水小行星撞擊 成為適合生命起源與演化的移居行星 同樣圍繞太陽運行的小行星貝弩 保留了45億年前太陽系形成出奇的物質 是已知最古老的小行星之一 科學家希望能借此了解太陽系形成的出奇 並探索生命起源 由於貝弩是近地小行星 科學家預測它有可能在160年後 與地球相撞 機率為0.037% NASA計劃在未來兩年內 對貝弩樣本進行詳細分析 中央社綜合報導 2023越南台灣高等教育展日前登場 共計40多所台灣的大學參展 半導體相關科系人期望 恰詢學生表示 越南正在發展晶片 而這正是台灣的強項 今年的台灣高等教育展是COVID-19 疫情後首度實體執行 由於美中貿易戰後 台灣的電子廠和北越地區設廠 帶動相關產業人力需求 美國也計畫協助越南加入全球 半導體供應鏈 半導體逐漸成為越南的險學 部分參展學校準備上千份傳單 一個多小時就被拿光 台大明年會新開一個全英文的半導體專班 然後這個專班會是全英文的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這次在越南 參加教育展的機會 多跟越南學生推廣這個新的學程 然後今天詢問真的是很踴躍 相關的科系有包括有資工系 有人工智慧學系 那也有資訊類的資管系 等等這些都是跟這個 我們高科技相關的一個學系 那其中資工系也有全英語班 所以他可以在學習相關的資訊領域裡面 又可以邁向國際化 所以這個是非常有優勢的一個學系 越南正處於半導體產業起步階段 相關軟硬體不足 如何培育符合產業需要人才 成為首要面對的挑戰 一些越南大學除向台灣借降 或與台灣合開課程外 學生直接前往台灣深造 也成為選項之一 我感覺任何工作人員都很發展 教育在台灣也很安全 我感覺很喜歡台灣 越南教育培訓部國際合作局副局長 阮氏清明表示 越南每年有超過100萬名大學畢業生 想要出國留學的學生越來越多 相關教育需求非常旺盛 今年台灣高教展先在北越地區舉行 之後再遺失南越地區展出 中央社記者陳嘉倫河內報導 隨著都市化發展 大樓和社區的監管需求提升 保全行業面臨缺工問題 日本保全集團日前公布了一款 新型無人機保全 最大的特點是可利用AI技術 自動偵測可疑人物並且進行追蹤 希望讓保全工作減輕人力負擔 紅色框框鎖定可疑人物 從空中視角監視環境 增加機動性 也解決保全人力短缺問題 除了應用在維護空間安全 這款無人機也可用在災害巡邏 公共設施檢查等等 預計2024年春季開始向企業提供服務 主要是綜合報導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以及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黃家華 我們再會